缅北电诈近年来成为令人闻风丧胆的关键词 两岸三地皆有不少民众被以高薪幼稚当地工作 期间甚至会受酷刑对待 然而近日有在缅甸生活的中国人透露 电诈已更新成2.0版 现实在外国的中国留学生现在成了诈骗的新目标 而骗徒会让外语非常好的人来打电话 以应付这些新目标 近期由张艺兴金陈领衔主演的电影 孤注一掷在内地火热上映中 其正是以东南亚跨国人口贩卖事件为故事背景 再加上反诈宣传的普及 民众反诈意识有了很大提高 而因应新局面 缅北电诈也起了变化 衍生2.0版 一名在缅甸生活近10年 现在缅甸经商的中国人向内媒透露 目前流行的是以高薪诱骗等受骗的民众到了当地以后 再限制人身自由 让家属拿钱赎人 而在外国的中国留学生成了诈骗的新目标 这是因为留学生长期在国外生活 不一定能及时掌握国内讯息 所以对于诈骗电话的警惕性可能没有那么高 过去房间对电诈人员的印象 可能是在电话里说着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 但现实为了应对新目标 从事电信诈骗的人员也有改变 变成由外语非常流利 文化知识水平较高的人员来从事 你想一下 一个在海外的留学生接到电话 对方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标准的普通话 是不是更具有欺骗性 另一方面 有长期从事反电诈 境外劝反解救的警察表示 近年来陷入电诈园区者 绝大部分其实是自愿过去的 从百度贴吧等平台可见 即使明知电诈园区的风险 仍有抱着侥幸或功利心理 可判出国捞金者 对此 前述中国商人表示 不排除有些人抱着干票大的 挣大钱想法 自愿去缅北 只是他们可能不知道 去了那边玩不成业绩 要挨打 而当他们回来后 为了逃避法律制裁 便说自己是被骗 一名2019年从中国来到缅甸 现在仰光一家 知名全球连锁酒店担任高管的女士 也持同样的观点 他透露 早前酒店接待了一名来自福建 前往缅甸 解救自己发小的客人 但当见到发小 才发现实际情况是 他在国内读书全部钱后 到了诈骗园区 结果在里面又沉迷于吸毒 即继续赌博 最后这个发小并不愿意回去 这位客人只能独自回国 他又透露 目前酒店中国客源萎缩 价格挤进腰斩 就连招聘也成难题 因对方有着顾虑 目前酒店中餐厅需要一位中餐大厨 但数月下来 面试了十多人都没人前来 这在以前是不会发生的 离子 玉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